1月9日消息,9日晚上举行的2021中国足协杯决赛中,山东泰山以1比0击败上海海港,夺得了本赛季中超足协杯双冠王荣誉。 赛后颁奖仪式上,山东队外援费莱尼迫不及待想去拿奖杯,被足协主席陈虚元一把拉了回来。 今晚足协杯决赛中,山东泰山以1比0战胜上海海港,巴西外援中后卫贾德松世界波一见封喉。 帮助山东泰山本赛季夺得双冠王,而对于贾德松个人而言,本赛季作为参赛球员收获了三座冠军。 赛后举行的足协杯颁奖典礼上,奖杯迟迟不来,比利时外援前锋费莱尼等不及了,他想自己去拿奖杯。 巧的是,站在他身旁的正是中国足协主席陈虚元,眼瞅着费莱尼就要去自己拿奖杯,陈虚元赶紧伸手拽住了费莱尼的胳膊,愣是把他给拉了回来。 费莱尼一脸猛逼,而陈虚元则是满脸笑容,意思是得按照规矩来,不能不懂规矩。 此前中超颁奖仪式上,山东队门将王大雷也曾着急着去捧奖杯。 陈虚元也曾经拍了拍他的肩膀,意思是他抢了自己的活儿。 看到这样有趣的一幕,网友们纷纷表示,上次王大雷,这次费莱尼,兄弟们,让人家省省心被,急啥。 陈虚元,按程序走近些年泰山队的一些外援,真是一股清流,陈虚元演技不错。 码头工人输了,还可以笑得这么开心,成了梗了,联赛夺冠大雷,想去拿杯陈虚元排后背,陈虚元,挣给你的你才能要,挣不给,你不能抢。 陈虚元防住了费莱尼,陈虚元是最佳防守球员。 陈虚元单防费莱尼,格德斯,谁走谁尴尬,我魔就一个,费莱尼是真红魔,还他们放走了,徐昕是个旺旺啊。 转景泰山连棚两杯,有没有发现小金子穿着寒寒的球衣,程序元,太不懂规矩了。 真怕颁发奖杯之前又看VAR,最后取消了联赛颁奖的时候,大雷想提前颁,足鞋杯费莱尼,又忍不住了,很明显是被大雷忽悠了,哈哈。